西马半岛部分州属的鸡肉供应吃紧 甚至由养鸡业者以肉鸡的重量不达标为由 暂时关闭了养鸡场 那怕是怕如果有更多的养鸡业者效仿的话 势必将会加剧市场上的肉鸡供应问题 供不应求的理由千百种 但是坊间就揣测这是农民向政府施压的手段 希望政府关注鸡农成本上涨和津贴未到手的问题 不仅如此呢 还有媒体报道说 这个课题可能涉及了垄断疑云 大马勤出业联合总会就基于事态的发展 变得有点敏感 拒绝了本台的访问 但是他们目前正在安排跟政府单位会面 商讨解决的方案 如果首相要会见养鸡业者 他们也无人欢迎 马来西亚前锋报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部分的养鸡业者因为肉鸡重量不达标 所以今天起暂时关闭养鸡场两到三天 还统计出目前至少有四家养鸡场关闭 不排除接下来会有更多的养鸡场加入行列 我下来会购买三个 你今天要收购买二个 因为市场会有的是 我经常有其他养鸡场中 所以我必须去到一类二个养鸡场 所以我选择到ли头来市场 疾病 难度是因为数码场下来也都没有看到 因为已经有更多的乳鸡场 我从来客厅房间先进入 所以需要很多鸡场 马六甲一些民众买鸡买不到 马六甲一名肉鸡供应商向本台透露 他本身早在上个星期就接获农场发布的通知 他透露实际上农场通常一只鸡的养殖期大概35天 但从开斋节到防疫措施大解封 市场需求暴增 所以一些农场提早交货 但鸡的重量就不达标了 他说其实有农场选择关闭几天 让鸡长大一些确实也有理据 他身为这个供应链的一份子 时常和农场接触也带为转达了鸡农的困境 根据报道 目前几打 柔佛 森美兰都面对鸡肉供应短缺 而且关农场的决定 还被牵扯到是小农民对抗大财团农场业者 拒绝市场被垄断 大马勤出业联合总会顾问拿督黄俊毅 接受每日新闻访问时 否认这涉及垄断课题 解释这其实是因为农民的饲料成本上涨和员工不足 外加干旱天气才会导致所谓的肉鸡重量不达标等等的问题 总的来说 这和所谓的罢工以及抗疫鸡农津贴未到手一事毫无关联 至于秦出业联合总会总会长陈志喜则向新洲日报透露 目前一些地区鸡肉供应受影响 是因为一两家业者休息几天所导致 他说这并非全国性问题 国内并没有出现鸡肉供应荒 雪兰儿养鸡业者工会主席伊德鲁斯 昨天已经证实 基于好一些因素 例如鸡脂发病 死亡 饲料成本上涨等等 其实都影响鸡肉供应 还抛出数据说过去十个月鸡饲料就上涨了四次 另一方面 关于雪州被指今天没有鸡肉供应 雪州农业发展机构向媒体表示 这说法不正确 但却也证实今天的肉鸡供应量将非常有限 本台结稿之前联系上了一名秦处业联合总会发言人 不愿据名的他表示 经由媒体报道之后 现阶段事情有点敏感 牵涉课题甚广 媒体的报道当中也存在部分不实指控 因此现阶段不便多做回应 但秦处业联合总会会在这几天安排和相关政府部门会面 讨论之后会在对外回应 发言人表示 如果首相要会见养鸡业者 他们也无人欢迎 巴特公监许文杰万达正报道